你想要提高学习的成效吗? 阅读文字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用耳朵读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科学的实证发现 听书比看书更加的直觉 而且理解速度更快 对脑部的负担更小 吸收学习的效率是加倍的 到底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听书学习有哪些好处还有方法呢? 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 就叫做超高效率耳听学习法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 他是日本专门制作有声读物的一间公司 叫做Autobank的创办人 他也是这个日本有声读物协会的常务理事 他的高中学习成绩其实不太好 而且他考大学的时候落榜还重考 但是他透过耳听学习法 成功逆转自己的学习困境 考取了东京大学 他写这本书主要就是探讨一下 如何透过耳朵来学习 提升学习效率 还有我们的记忆力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 他透过个人的经历 还有很多科学实证 他展示了一件事情 听觉学习相较于传统的阅读 具有更多种的优势 像是理解速度更快 对脑部的负担更小 书里面就分享了像是有声书 Podcast 还有一些有声读物 使用的方式 还有使用的工具 他也提供了专属的 耳朵空闲时间的日程表 的一些模板 帮助我们去规划 还有最大化我们 用听觉学习的时间 我认为这本书 非常适合有一些 就是对于传统阅读方式 感到困难的读者 包括了很忙碌的职场人士 准备升学或资格证照考试的学生 以及你如果很注重时间管理 希望善用每一分钟的人的话 这本书还蛮有用的 那作者他的经验跟方法 会提供你一种全新的视角 还有实用的学习策略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作者他本身的经历跟方法 书里面有提到 作者在他高中的时候 他的成绩是后半端的程度 甚至连他的老师 都快要放弃他了 但是他在某个契机之下 他决定发奋图强要考大学 后来经历了两次重考之后 他终于考上了东京大学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背后的秘诀 就是这本书的耳听学习法 一开始的时候 他因为自己的程度太差 他想要认真的去阅读文字 却仍然读了半天 看不太懂教科书的内容 即使他买了考古题回来看 他发现自己连考古题的题目 都看不懂啊 后来他尝试了另外一种阅读方法 他不是单纯的用眼睛看文字哦 而是他把教科书的内容跟题目 直接念出声音来 突然之间 他发现自己比以前更看得懂了 接着他就试着 不要念出声音 而是在心中默念 很奇妙的是 当他透过这种方式来阅读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提高了 阅读的速度也变快了 学习的成效也变得更好了 这个喜出望外的他 这时候就第一次体会到了 这种声音的妙用 无论是有发出声音的 或者是没发出声音的默念 对他的学习都有帮助 后来他就做了更大胆的尝试哦 在读书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念书的声音 直接录起来 然后在外面走路啊 或者是搭车通勤的时候 他就用随声听播出来复习 如果第一次听不懂的话 没关系 他就继续循环播放 听到懂为止 尝到甜头的他 后来他所有的学科 包含了文史科 包含了理工科 英语 他都用这个方法 去读书还有复习 他在书中写到 教科书上写的内容 一直重读的话 是很辛苦的 可是呢 一直重听的话 就很轻松了 学习如果变得没有那么辛苦 那心情就比较放松 这段经历就激励了他 在毕业之后 他就创立了 Autobank这家公司 致力于提供有声读物 帮助更多的人 透过听觉来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讲一下 听觉吸收资讯的原理 还有好处 为什么透过听觉学习 这么有效 书里面很简单的 解释这个原理 其实啊 无论我们是用眼睛看文字 或者是用耳朵听声音 大脑都必须先透过听觉区 把外来的资讯 转化成声音 然后声音才会进到我们 理解口语意义的语言区 在我们阅读文字的时候 脑中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先在视觉区 用眼睛去看文字 第二步 在听觉区 把这些文字 转化成声音 第三个步骤 在语言区 把这个声音 理解出它的意义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单纯是 聆听声音的时候 脑中只剩下了两个步骤而已 你就直接用听觉区 去用耳朵听声音 在语言区 去理解意义 相较之下 在阅读文字的时候 需要三个区域 同时运作 视觉 听觉 语言 可是你聆听声音的话 只需要两个区域 听觉跟语言 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 用听觉来吸收资讯 转化的效率更好 而且也降低了脑部的负担 比较不容易感到疲累 而且早在文字发明之前 人类的学习本能 仰赖的就不是文字 而是透过声音传承下来的语言 而文字资讯 一旦被转换成了声音的资讯 就会被当成语言的资讯来处理 因此 我们人类是天生 就是用听觉学习的 再来我们谈一下 这个听觉跟视觉 它有什么样底层差异的不同 书里面提到这个现象 解释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因此我自己又额外 找了更科普一点点的资讯 来交叉对照 要把这个背后的脑科学原理 解释给你听 以下我就引用 哈佛大学精神科学专家 杰里德 他在另外一本书 最高学习法的这个解释 会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但是我尽量讲得让你可以理解 首先 我们来认识一下 大脑里面的三个区域 第一个是负责 视觉区的视觉皮质 它是用来处理眼睛看见的视觉特性 像是颜色 轮廓 还有动作 第二个区域是负责 听觉区的听觉皮质 用来处理声音的基本特性 像是听到的音调 语音 还有音量 第三个区域是负责 语言区的叫做 布洛卡威尼克网络 它是用来处理 并且理解这些口说听到的声音的语言 科学家观察到一个现象 当我们在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只有听觉皮质 还有布洛卡威尼克网络 这两个东西会被活化 让声音进到语言区 被我们理解出意义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 对不对 另一方面 当我们在阅读文字的时候 大脑的视觉皮质 会最先被活化 这个也很合理 但是接下来就很有趣了 在视觉皮质被活化之后 听觉皮质跟布洛卡威尼克网络 也会同时跟着启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你在无声阅读文字的时候 大脑处理声音的区域 也会跟着启动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 答案是 人类从口头阅读 转化成为无声阅读 并不是真正的转换 而是我们把文字转语言的这个动作 从我们的声带移进了大脑 在大脑里面默念出来 换句话说 你的大脑处理你在阅读 无声的文字的时候的阅读方法 跟他在处理真正别人大声 说出来的口语声音 几乎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回到这本书里面 作者就提到 当我们阅读到这一段文字 然后心中自言自语 讲出来的这个现象 就叫做默读或者是默念 当这个文字 一旦被转换成声音的资讯 才会被当成语言资讯来处理 然而 如果你只是看文字的资讯 是不会有语言的 必须转化成声音 语言才会成立 根据这个科学现象 我想要给一些 你想要或者是正在培养 自己阅读文字能力的朋友 一个提醒 你不要觉得说 自己现在看文字看得很慢 也不要觉得说 自己会把文字念出来 或者是默念在心里 感觉到很难为情 完全相反 你必须知道 这个是培养阅读文字能力的必经之路 这是超级自然的一个现象 就像是作者一样 大胆地念出来 大胆地默念 你会发现越念越顺 越念越快 此外 你可能会感到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很厉害的读者 他们说自己在阅读的时候 不会在心中默念 他们就可以一目十行 这个该怎么解释 这个是因为 他们脑中文字转语言的能力 已经驾轻就熟了 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挑关键字读 还有跳过那些废话 所以他们在视觉上面 早就省下了很多功夫 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语言转换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读起来好像很快 也不用默念一样 因此在本质上 无论是新手读者或是老手读者 在阅读的时候 听觉区跟语言区 都一样会被活化起来 他们的差别就只是 在前面的那个文字转语言的过程 快一点慢一点而已 所以你不要害怕哦 不要害怕念出来被自己听到 因为当你越不敢念出来 无论是有声或无声 你只会越来越难理解 这个文字的内容而已 所以大声念出来吧 再接着 根据前面我所提到的 这个脑科学的原理 如果你改用耳听学习法的话 就比较不会存在那种 阅读的新手跟阅读老手的能力差异 因为每个人在听觉区 跟语言区的能力 就是大同小异的 听懂别人说话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天天在做的事情 这也难怪嘛 利用听觉学习 能够降低脑部的负担 还能够提高理解力 另一方面 作者他也提到 听觉有很大的弹性 什么意思呢 因为听觉会自动处理 进入到我们耳朵的声音 让我们可以被动的获取资讯 这个跟视觉是很不同的 你有发现吗 当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无论对方说话的速度太快或太慢 或者是咬字不够清楚 不管是什么类型 只要他的程度不要太夸张的话 几乎都不会有什么听不懂的问题 你大概听一听 你还是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就像是有声书或是Podcast 你用两倍数播放 你可以自然的理解 如果调整成三倍或四倍数 你只要专注的聆听一阵子 你也能够理解 听觉在语言的理解上面 具有高度的弹性 但是锻炼眼睛阅读这个文字的速度 是比较辛苦的 可是你去锻炼你的耳朵 这个提高听的这个速度 确实比较轻松的 除此之外 用听觉学习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 特别是你在学习外语的时候 不要傻傻着盯着那个文字猛背而已 那是很难背起来的 相反的 你要试着模仿正确的念法 把文字念出来 你才更容易记得 不要忘了前面我们提到的 大脑是透过声音去理解语言的 任何没有声音的文字 在大脑看起来 是没有意义的轮廓而已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的 听觉学习可以有效的 让你利用空闲的时间 你空出双手也可以收听吗 听觉还可以促进我们 跟书本的对话 因为听觉吸收资讯 对大脑的负担比较小 所以你就更有余力 可以一边听一边思考 就很像是跟这本书的作者 在直接对话一样 最后 透过听觉吸收资讯的时候 由于你缺少了一些 视觉上面的刺激跟影响 这个时候大脑为了补充这个不足 就会自然而然的 激发我们的想象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透过听觉吸收资讯 更容易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接下来我分享一些 我个人的做法 书里面有提到 我们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 来收听有声的内容 也教你很多怎么样 盘点这些零碎时间的方法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善用零碎时间很好 可是你也不要忘了休息哦 曾经有一些读者跟我讲 他把每天的每分每秒都拿来听东西 到最后却觉得好累哦 好像大脑塞了太多的东西了 说真的 不要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差事 而是融合到自己的生活节奏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个人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我每周大概一到两次的慢跑时段 我会每一次跑三十分钟 这个时间我用来听英文的有声书 但是有时候我早上出门散步 可能去买个早餐走一走 虽然是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 可是我就不会听任何东西 那个时候我让脑袋完全放空 我开车出门的时候 如果是比较短程的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我就只听流行音乐 或者是乡村音乐 来放松一下心情 如果我开车是比较长途 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 我才会听Podcast 或者是有声说书 原则上就是让自己 偶尔学习 偶尔放松 保持一个适度的弹性 你才不会过度 然后导致自己疲乏 作者他认为 他最有成效的收听时段 是运动的时候 他在书里面这么写 他说 有运动跟没有运动的时候 两者比起来 他发现在运动的时候 形成长期记忆的几率比较高 也比较能够深入思考 这可能是因为运动的时候 脑部的血液流动量增加的影响 虽然他没有提供什么科学证据 但是我的个人体验 是跟他一样的 另外呢 有时候我会先读过一些书籍 我会先听audible英文版的有声书 我听完之后 等中文版推出了 我又重新找这个中文版来 阅读一次他的资本 或是电子书 对我来说 就等于是我先透过了听觉 去体验 还有理解过这本书第一次 再透过我很熟悉的中文文字 再阅读第二次 所以自然而然的 就会更容易抓到重点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像是之前我推荐过的一些书籍 像是我刀枪不入 绿灯 还有姨母之名 还有太多太多的书 都是我先听过的英文 再读中文 那么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它透过了很简单的说明 告诉我们听觉学习的好处 并且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和方法的指引 看完之后 你会知道说 听觉跟视觉学习 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而是你会更清楚 哪些场景更适合听觉吸收 哪些场景更适合视觉阅读 如此一来 你就可以更懂得 怎么样利用手边的资源 发挥更好的学习成效 那如果你也想听有声书的话 中文你可以找到 Cobo或者是读墨的资讯 可以有一些中文有声书的资源 可是我必须老实讲 中文跟英文的有声书资源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 我自己用Audible英文有声书 可以听到大部分的畅销书籍 可是中文的有声书的资源 就非常稀少 这个也是我很建议大家 你要学好英文的原因 因为就像是耳听学习法 这么好的方法 如果你听不懂英文的话 你就等于少了一大半的资源 可以使用 真的会非常可惜哦 那么我有提到的一些资讯 我就补充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OK 那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许多追求成功卓越的人 经常会陷入焦虑倦怠的无尽循环 甚至会出现忧郁跟成瘾的行为 为什么这些人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却还是会感到筋疲力尽呢 欢迎前往另外一本说书 踏实感的练习 这本书它透过了大量的文献和理论 提供很多的操作步骤 教我们培养出自己的踏实感 活出更圆满的人生 让我们再往下乱 接下来 然后再次再来